滚弄弄的 像是我在网上刷那小视频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那个攻略 那其实这个攻略我感觉也挺正常的 因为其实你到每一个城市 就不管是网上的文章啊还是视频 它都有那种美食攻略或者旅游攻略 但是我看到这个他竟然说这句话 来长沙旅游没吃过这些等于白来 来长沙不吃这些等于白来 那我怎么能白来呢 今天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他所推荐的那家店 看一下是不是由他说的那么好吃呢 先去第一站 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家 周济粉店 好现在这个第一家店的周济粉店 我们现在是已经找到位置可以吃了 我们现在是已经找到位置可以吃了 干粉不求童年同月同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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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种鲜 我没有吃过这一家 他说还可以 但是我感觉它这汤底 那个酱的味太重 就没有什么那种原汤的味 就像那种卤汤一样 香还是很香 虽然只是一碗简单的米粉 但是却感受到了人间百味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它肉分的还可以 一般的那种粉店要稍微多一点 你看这个粉的话 就这样 这一家生意还蛮不错的 嗯 来干口汤 来干 来干 淡胸淡旧 干了这一碗 我还是感觉这酱油味太重 没有什么那种原汤的感觉 面的口感 我觉得比下一般 汤的话也比下一般 肉的话还是可以 饿了之后吃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吃饱的时候吃的话 会感觉 嗯 就中规中矩吧 没有那么惊艳的感觉 嗯 饿了不是什么有好吃吗 嗯 就连小干花菜的美食都可爱 不乱不乱 哈哈哈 哦这个粉 有种奇怪的 奇怪的效果 就是你吃着吃着 你的脚就变麻了 发现没有 我发现了 特别的麻 我换了好多姿势 就好像脚 脚踩到花椒一样的麻 这个差不多了 有点饱 好了 第二家是用长沙才有的茶叶月色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茶叶月色 喂 我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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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清楚 不要不要 我来说清楚更多话 反正我不付 你们两个再争议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 你们这来长沙 你们找到我这么多次 你让我来 你让我来 别砸手机 你不要砸手机 你不要砸手机 快点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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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茶叶月色 我想喝点什么呢 烟火一冷 烟火一冷是吧 烟火一冷是吧 烟火一冷是想喝冰的 是想喝热的吗 冰的 冰的 还算是其他的吧 你点什么 烟火一冷 四杯 油蓝拿铁是吧 对 好帮您确认一下 您总共是点了五杯 五杯的话一共是79元 这个我扫了下边的 扣款吧 好 现在这三杯奶茶 现在就已经全部已经到了 差不多等了三十分钟左右 这两边呢 是油蓝拿铁 我这边是烟火一冷 就是那个烟火一冷好喝 推荐的那个很好喝的那边 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 看看这些 是不是真的有 他说的那么好喝 诶 我们还在测试 你才能建议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喝 对啊 就是我喝 你喝一口就我也要喝一口吗 和你们 就我喝到好喝就行 小朋友 是否有很多 我好 哦 哦 是这么回事 好 来 干杯 哦 茶味好重 说实话 我不想吃饭的这个味道 你应该点这个的 这个茶味好重 因为在我们这边 我们平时喝都是喝的这个 幽蓝拿铁 因为它确实是 这个味道太经典了 整体喝起来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 跟像那种港式奶茶 它是有一点点色口 就是茶的成分会比较多 这个幽蓝拿铁 就还是比我们茶的就是 口感略好一点 这一杯饮料好像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甜的 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茶嘛 所以喝的话没有酱奶油和坚果这些的话 基本就是在喝茶 整体口感的话我觉得是好喝的 但是这一款的话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就是炒比较重 我以为比较小的那种奶油会比较重 你们这两款应该会比较好喝 咩 还是更推荐幽蓝拿铁 第一杯一定要选择幽蓝拿铁 好 那么现在我们先去下一站 好 去哪里 在去哪里 第三家流济特色里鸡肉 我敢说这是长沙最好吃的里鸡肉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流济特色里鸡肉 这个里鸡肉我们确实 没怎么吃过 以前吃过 都忘记点味道了 来 干 玩好肉 还蛮有特色的 还可以 我以前觉得这个还蛮普通的 都没有怎么品尝这个鸡肉 好嫩 不管来这里都被那种烤串的那种帅哥 他们搞得很热了 都被那个吸引了 所以他还注意这个鸡肉 还蛮嫩的 还可以 我觉得可以 像身上的鸡肉一样 特别嫩 还可以还可以 真的好吃 好 这个流济特的鸡肉还不错 那我们去下一站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金济糖油妥妥 干 干穿 来干 好烫 我们家吃了好恶心 所以味道还可以 相对来说 我们之前都有去吃那个 它没有那么甜 这个会略甜一点 但是这样打出来味道也可以 凉了我估计就没那么好吃 我们之前吃的这个鸡鸡它是 整个都比较软 但是这个鸡鸡它外面比较硬 然后里面才会有那种 比较糯比较软的感觉 不过鸡鸡这个东西就是容易腻 那怎么吃 因为这个糖油鸡鸡 说实话 我觉得它虽然好吃 但是比较普通 我们广东那边有一种 红糖汁吧 跟这口感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它这个话 其实我吃的感觉好吃 但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值得来尝试一下 总体有点还可以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一点 过来让我们尝一尝 带过来 好快点 空手来了 我平时不来吃甜的 这鸡鸡有点腻 喜欢之前吃的人 还是很喜欢吃这个 但像我们这种 就是主要比较爱保持身材的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建议出太多 但是这个还可以 好像吃下去三个的话 有点腻了 而且这刚炸出来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还算不错 价格的话也不算太高 性价比已经高了 还一口一个怎么下来 算我有点腻了 这不是恰饭吃鸡播 不用这样说 好 我们再去下一单 继续觅食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最后一家 黑色经典 黑色经典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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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粉店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不怎么 它虽然是什么 80年老店 但我觉得味道比较一般 就正常的粉店 我觉得味道应该差不多 它们的肉分量会稍微多一点 第二家那个还不错 奶茶还不错 好 好 奶茶 第二家还是不错 第三家第三家少 鲤鸡肉 鲤鸡肉味道也还是可以的 就10块钱四串 价格的话还行 但是它分量比较少 但我是推荐的 然后第四家是什么 有糖油头头 第四家就是糖油头头 味道的话虽然比较普通 但是我觉得价格挺便宜 性价比挺高的 我觉得可以推荐尝试一下 第五家那个黑色景点臭豆腐 我觉得价格虽然比较贵 但我觉得味道是好吃的 如果你们来长沙的话 想要吃臭豆腐的话 我觉得这一家你们是可以去尝一下 所以是会比我们平常 如果不在长沙吃的那些 臭豆腐味道会更加好一点 没错 对色景点还是很好吃的 好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视频的话 请给我 请给小刚发财一个关注 请给我点个赞一个关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来陶沙做客 对 算你们还要不要来尝尝 有美食接代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